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拒绝接受保罗用真理来纠正他们 他们就开始也是来攻击毁谤保罗 这其实是一种污贼战术 就是当他不愿意去面对被指正 被真理光照的时候 他就先来抹黑纠正他的人 然后让自己可以暂时逃避 行黑暗或是行错谬的事 不愿意被真理光照这样的情形 弟兄们 你们自己原晓得 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 我们从前在菲利比被害受入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 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污秽 也不是用诡诈 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纳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 这是你们知道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 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因此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这边说到 铁扇罗尼家的弟兄们 当初我是怎么样从菲利比这个地方 从菲利比被赶出来 因为受到逼迫 从菲利比被赶出来是在监狱里面 好在啊 在监狱里面那个晚上 我跟希拉在监狱里面 已经被毒打一顿了 在监狱里面唱歌赞美神的时候 诶 神就让他来个大地震 让这个监狱的门都被震开了 以至于怎么样 那个管理监狱的人 下一大跳要自杀 然后我拦住他将会不要自杀 甚至后来带他全家受洗信主 隔天被政府放出来 但是被政府要求 要离开菲利比这个地方 当初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 因此这个第二节他说 我们从前在菲利比被害受入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 放开胆量 在大征战中 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因此保罗在一二节里面提醒弟兄们说 第一我从菲利比来到你们铁撒农利家 不是徒劳无功的 很可能这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在嘲笑 保罗夹着尾巴逃离开铁撒农利家 他的工作是徒劳无功 再来有人在嘲笑保罗说 没胆的保罗跑走了 保罗说我并不是没有胆 当初我是在一个什么样大征战里面 从菲利比这边来到你们这里 仍然没有在害怕了 我在菲利比才刚被打过 刚被关过 我没有在怕的 我在来你们这边 我依然放胆传福音 因此保罗开始在为自己辩护 第三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误会 也不是用诡诈 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那见察我们新的神喜欢 保罗说很可能这些犹太人 当他们成功的把保罗也赶出去了 铁撒农尼加这个城市之后 保罗在铁撒农尼加所待的时间不是很长 然后这些犹太人就嫉妒保罗 因为有一些外邦人 他们本来是犹太教的木道友 然后到犹太的会堂去聚会 可是后来保罗来到铁撒农尼加的犹太会堂里面 宣传耶稣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 结果有很多希腊人外邦人 还有一些尊贵的妇女 就是他们的先生可能是这个城市的重要的官员或领袖 结果他们没有去信犹太教 反而信了耶稣 所以这些犹太会堂的领袖都很生气 后来他们就发动这个暴动 攻进去保罗他们聚会的家庭聚会点 就是耶稣的家 然后把耶稣抓到官府那边去 后来政府就是要求保罗要离开铁撒农尼加这个城市 犹太人认为他胜利了 因此就百般的嘲笑 毁谤侮辱保罗 在这边保罗说我如果是讲一些讨人喜欢的话 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子被攻击被逼迫 我们本来就不是要讲一些讨人喜欢的话 更不是要讲一些讨这些犹太会堂 这些领袖们喜欢的话 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讨神的喜欢 因此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用什么惨媚的话 拉拢你们巴结你们使你们信耶稣 他说这个都是神可以怎么样做见证的 我们没有用惨媚的话也没有藏着贪心 要从你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而犹太人可能现在用这一些在攻击我们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即使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弟兄们 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不太确定犹太人到底又在讲保罗哪些坏话 但是保罗需要为自己辩护 第一我们虽然是基督的使徒 可是从来没有向你们作威作福 反而是向温柔的母亲抱着你们这些孩子 要把你们抚养长大起来 我们也没有累着你们 没有让你们花钱来供应我们生活所需 我们都是自己工作 自己养活自己 不要累着你们 也不给这些敌人留把柄 我们为你们所付出的一切 甚至连性命都可以不要 这是你们知道的 因此保罗在这边再一次来为自己来辩护 我们在第一章有谈过 第一章的第五节 讲到这个一个人或是一群人 能够接受福音 例如一章五节说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一章五节那边我们曾经分享过 要能够把福音传递给一群人 并且使他们坚定的 有充足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 不仅需要客观的救恩的道理要讲清楚 也需要让他们经历主观的 经历到神的大能和圣灵的工作 感动他们 使他们能够领受这个救恩的道理 主观的经历加客观的真理合起来 才能够有充足的信心 并且还要加上一点 就是传福音给他们的人 他们本身行事为人 有没有见证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好 别人不信 而是传福音的这个人 看起来就有问题 别人想说信耶稣如果会像你这样 那我也不要信了 因此保罗再一次的为他们自己的行事为人 来做辩护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 有你们做见证 也有神做见证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嘱咐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所以那些犹太人对我们的毁谤是不成立的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嘱咐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 那招你们进他国 得他荣耀的神 保罗刚刚说我像母亲一样 温柔的对待你们 要把你们如羊长大 我也像一个父亲一样 把真理传给你们 劝戒你们 使你们可以怎么样 在各样的行事为人一样 跟我们一样 你们行事为人要跟我们一样 要对得起 那招你们进他的国 得他荣耀的神 保罗再次强调 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榜样很重要 我们在你面前的这些榜样 你们都可以替我们做见证 绝对见得起 在我们背后毁谤我们的 那些犹太人 对我们所说的闲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感谢你 是的主我们这些传扬福音的人 要时时刻刻 要对得起 要配得上你的恩招 因为你呼召我们 建你的国 得你的义 因此我们行事为人 就是我们最大的见证 因此求主帮助我们 不仅在头脑上知道真理 不仅在经历上 经历过神的大能 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 我们的生命生活见证 可以配得上 这伟大的救恩 神国的荣耀 求主帮助我们 谢谢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愿神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宜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宜的影片 以及100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魏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arvel specifically 山自 volunteers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